权力跟富贵、富有会变人 会把人变改得很厉害 我有看到 本来没什么的话 一直可以工作 后来比较有结果 成功或是有一些利益 就会变人会改变 会变不一样 会忘记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会忘记是我们尊严、我们道德 是比任何的世界的宝藏还要贵重 忘记 会忘记 所以有人就说看到全眼睛会黑 意思是这样 不是眼睛变黑就是忙掉了 然后有一点权力或是官位 就变成对人都不客气了 本来当普通的平民的人就会抱怨 就说 哇!这些官僚 要求他做什么都好久好久 而且对我们都非常不客气 让我们跑来跑去好累啊 懂不懂 等一下他自己本人上去当官了以后 就比他也许还要糟糕 最少也是一样的 懂不懂 全力就会给人家改变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如果成功某些程度 不用骄傲那么齐了 不要高兴太齐了 那个也许是我们自己本人的陷阱 然后有时候又被连累到大众的 你们看报纸 看电视就知道了 多少人啊 本来很高的位置 就被拉下来到没办法在地了 坐牢了 懂不懂 坐牢了 然后整个家庭也被连累了 你们看很清楚 看很清楚 知道了 最近也有发生了 有没有 我不要讲某些国家了 某些国家都一样 哪个国家都一样 都有那种场合 当高位子了以后 也许准备要当总统 懂不懂 大家整个国家信任 都就被拉下来 因为进入那个陷阱里面 人家讲天话 派你的 懂不懂 派你的 赞叹你的 然后对你非常非常尊重的 那个时候 你最小心 等一下他会让你到地狱去 最小就到牢狱去 当官应该很清楚 以前我们越南都说 意思说 政府的人员就是 人民的工人 用人 他们都是这样写的 到处都写 到处这样宣布的 不过 不一样 看是光看 做是不一样的 所以多少人 多少官 大官或是更大的领导人员 总有一天 就还是被拉下来 因为这个时代 人民他就不会这样忍耐那么久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